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2000多家在英外企为何跑路了的消息上了热搜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跨国公司纷纷撤离这个亚洲第三大经济体呢 近期 印度以涉嫌逃税等理由 对小米 微博等中国企业进行突击检查 并冻结这些公司的银行账户 7月21日 中国手机厂商荣耀宣布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退出印度市场 其实遭印度税收大棒打击的跨国公司不光有中企 法国烈酒生产商保勒利加 英国电信巨头沃达峰 美国IBM等众多公司都曾遭印度索债 宣布离开印度的跨国公司 宣布离开印度的跨国公司也不止荣耀 印度政府的数据显示 在过去七八年 超过2000家跨国公司暂停其在印度的业务 印度一直希望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然而跨国公司却纷纷打包撤离这个亚洲第三大经济体 让印度总理莫迪的印度制造计划尴尬不已 外国公司可能正在对印度失去兴趣 8月12日 印度商业标准报援引该国政府数据得出这一结论 去年年底 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戈亚尔称 从2014年至2021年 共有2783家跨国公司 关闭其在印度的子公司货办事处 考虑到印度只有大约1.2万家仍在经营的活跃外企 这个数字并不少 印度负责企业事务的国务部长辛格日前表示 截止2022年7月27日 1777家在印度注册的跨国公司走了 而全印总共只有5068家注册跨国公司 印度政府的年度报告也显示 形势很严峻 该报告称 每年在印度注册的跨国公司数量 从2014财年的216家下降到2021财年的63家 而活跃外企在所有注册外企中所占的比例 从2014财年的80%下降到2021财年的66% 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经略印度市场 今年5月 福特宣布放弃在印度生产用于出口的电筒汽车 去年9月 该企业已经决定停止在印度生产传统汽车 其中不少企业已经在印度深耕多年 比如德国零售商麦德龙 打算以大约1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其在印度经营了约20年的业务 印度一直希望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并在2014年高调推出印度制造计划 为实现这一目标 新德里今年来一直试图吸引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基地 从中国转移到印度 美国也一直希望印度崛起 从此遏制中国 然而现实却让美国等西方国家失望了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8月9日发文 称印度的劳动力素质和基础设施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 除此之外印度社会的分裂以及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 导致其无法取代中国在制造业的地位 在印度13.8亿人口中 有8亿是贫困低收入或中低收入人群 他们从政府领取粮食补贴 这些人不会是西方公司昂贵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 外国公司不会因为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就进入这个国家 人们需要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消费他们的产品才行 相较之下 中国既是生产大国 也是消费大国 中国大约有8亿的中高收入人群 据估计 印度的购买力只有中国的20% 国会山报认为 西方对印度成为现代化 繁荣的国家的希望 并没有按照一些人在21世纪头几年所预测的速度实现 印度目前还不足以成为中国的劲敌 美国国会山报日前发文 呼吁拜登政府关注多家跨国公司退出印度的现象 西方认为 新德里只有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 才能挖掘其经济和军事潜力 遏制中国发展 而这只有在更多外国投资流入印度 以及印度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尽管印度经济预计将在2022年增长8% 在2023年增长6.9% 但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初预测的12.5%和8.5% 此外 印度的增长归功于其庞大的消费市场 而不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增加 从2019年至2021年 全球流入印度的FDI比例从3.4%下降至2.8% 而中国在全球FDI中的份额从14.5%上升到20.3% 据美国财富杂志印度版报道 新德里计划将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提高到25% 然而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印度制造业占总增加值的比例 从2018财年的18.4%降至2021财年的17.8% 在2022财年 这一数字预计将上升到18.2% 依然低于25% 此外 德干先驱报近期报道称 印度国会常设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到 在疫情期间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外国企业 多数选择了越南 泰国等国家和地区 只有极少数企业来到印度 美国财富杂志印度版提醒说 上述数据并非是印度政府提供给国会的 而是印度国会根据媒体的报道总结的 这说明印度政府没有对相关企业的动向进行追踪 阿里说 印度拥有13.8亿人口 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 本应成为跨国企业 争抢得相拨拨 但为什么这么多跨国企业决定放弃印度市场呢 印度德干先驱报等多家媒体对此进行分析 称两个因素造成上述情况 一是印度的营商环境不利于跨国公司 包括高关税壁垒等 美国国务院2021年发布的投资环境报告 将印度描述为具有挑战性的营商之地 美国传统基金会今年公布的经济自由指数显示 印度在亚太3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7位 总得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是跨国企业自身的原因 包括未能打开对价格敏感的印度市场 全球发展战略调整等 如何获得土地也成为跨国公司在印度发展的难题 据印度新闻网报道 该国的土地法未能平衡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与印度的发展需要 打击了外企的投资积极性 以印度首条高铁 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为例 这段铁路全长508公里 其中约100公里位于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 2015年日本获批建设这条铁路 项目2017年动工 日媒近期称 目前这条铁路只修了10公里左右 而土地不到位是造成工程延迟的主要原因 报道称 截止2021年9月 马哈拉施特拉邦仅征了30%的项目土地 印度新闻网对比了特拉斯在上海的超级工厂 与日本陵木汽车在古吉拉特邦工厂的生产情况 报道称 特拉斯与上海市政府达成协议 和向客户交付第一辆汽车仅相隔537天 日本陵木公司的工厂从和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到生产 花了近5年时间 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当地土地价格投机性 上涨带来的争地难问题 印度政府的管理也让跨国公司十分头疼 在印度商界人士表示 联邦和地方政府制定了各类法律 法规和条例 而这些复杂的规定变成了管理胆固醇 影响印度商业发展 印度商业咨询公司安德森的合伙人阿加瓦拉 对德干先驱报说 为改善营商环境 印度政府不断进行管理改革 然而这些改革不仅没有达到标准 而且不断变化的规定带来不确定性 给企业带来麻烦 有观点认为 印度政府去年批准一项 价值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 在该国建立芯片产业基地 然而全球芯片巨头 却没有因此对印度热情起来 政府管理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税务纠纷也是让很多跨国企业 对印度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小米等中企外 印度税务部门对诺基亚 IBM 沃尔玛 凯恩能源等多家外企 都进行了税务调查 并开出高额罚单 曾供职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印度分所的资深总监 刘林对记者表示 印度税务机关查税 对各家公司来说很普通 但若仔细观察分析 就会发现他们有某些偏好 比如对跨国公司查得多一些 对小企业更严厉一些 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查得会少一些 经济形势不好时查得就多一些 据美国国会山报等媒体报道 因为税务纠纷 法国保勒加利7月宣布暂停在印度进行新投资 而从2007年开始 英国沃达峰和印度政府则因为回溯征税问题 打了十多年的官司 2012年印度最高法院裁定沃达峰胜诉 印度国会于是通过一项立法 绕开最高法院的裁定 允许税务部门继续向沃达峰要钱 当时作为反对党的印度人民党 将国大党的这一做法称为税务恐怖主义 然而印人党上台后 继续援引这一法律向外资企业所债 莫迪政府2021年废除了这一法律 但印度和多家跨国公司此前产生的纠纷并未终止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 印度政府对本国企业的保护政策等 都成为限制外企投资的因素 此外 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报告显示 印度商业法律中 有大量涉及监禁犯罪者的条款 凸显了企业家在印度经商面临的风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